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视像机有妈妈好 她胆小 看她害怕的 尤其看着帅哥 看着错了呢 星明歌天后 轻易一展戏曲功底 流到过江湖 离台片 一首飞 在人间啊 母女情深 李丹阳与妈妈同拍现场 从小长大大 最亲的是妈妈 妈妈 可护我 可护我长大 妈妈 亲爱的妈妈 我可护我 天赋地 天本头昏落下来了 哎呀 落下来了 不要不要 哎 还没说这女性吗 不许 太好了 好 或许 见着 行 比如她更美丽 那郭老师您跟小月玩十秒钟 我们就开始好吗 没有什么可玩的 我当然愿意玩 谢谢 大家收看今天的天津卫视 今夜有庆 欢迎今天的主持人 还是郭德纲 谢谢 谢谢 欢迎收看天津卫视今夜有戏 我是郭德纲 欢迎你们 现场来了很多的朋友 大家坐着这儿 很安静地看我们的节目 除了有个别人在闹 其实也不是外人 都是栏目组的工作人员 他们习惯了 他们只有这会儿喊一喊呢 才能把心底的压抑发泄出来 台上站着我们三个人 从那边开始呢 是我们的小助理 可爱的小影子 小影子 今天与往常不太一样 往常小影子的动作都是这样 我们老开玩笑 说她这手有点小毛病 但今天她这样一来 我踏实了 恢复得不错 恢复得好 那个穿一身红的这个人呢 不是是我眼有毛病 是她长得有毛病 这是类 这是类 我听你这跟天津有渊源 对 天津人说话的时候 这个绿字 说成是类 是吧 打那边来个女的 骑着个蕾 穿着一身绿的 天津方言 你今天怎么选择穿这么一身衣服啊 我想我向往就是当一军人 太好了 太好了 这个愿望实现了吗 没有呢 那还算正常 后来我就胖了 我就 我就二百拉斤了 背着书包是为了挡着那是吧 大家都熟悉 这是我徒弟 也是今夜有戏的二助理 岳云鹏 他其实说相 但他现在有点不务正业了 到这来做二助理 为什么他不务正业呢 是因为我不务正业了 往不来也带他来不了 不过现在这个好多演员也罢 好些个明星也罢 不务正业的事越来越多 譬如说 有个叫周星驰的人 拍戏拍的非常好 但是后来不务正业了 他这个做房地产生意 据说人家挣了好几十个亿 我们对他这种行为 表示羡慕 哇羡慕 这个 这也不犯法 挺好 他一个人拍不拍戏呢 也是周星驰 还有一个人也不务正业了 这人叫林志颖 林志颖 林志颖是亲哥俩 是吧 不是 不是吧 不是亲姐俩 亲姐俩 还是有明白人 这个林志颖也不务正业 开赛车 开赛车 而且还做好像做生意 有一个高科技的什么公司好像是 对 听说还上市了 就是上台试一试的意思 也挣了不少钱 这个我们也表示羡慕 好吗 好 我们羡慕嫉妒 再恨一下就可以了 还有叫郭德康的人 据说也不务正业了 这个也开饭店 也做服装厂 对这个呢我们表示羊慕 挺好 还有叫于谦的人 不务正业 不务正业 他搞了一个国内最大的矮马的种群 自己有一个占六七十亩地的农场 他那里边养了好多小马 这个据说在国内血统最纯正的小矮马 就是于谦老师那儿 每一匹马都有他的血肉 那个他的心血 对对对 都是他的心血 那么今天的我们这个嘉宾也是有点不务正业 因为这个早前都知道是著名的歌唱家 那现在歌唱家也拍这眼去了 拍了一个戏叫《魔术外传》 那么郭富城啊 张子怡啊 蒋文立都在这里边 我们今天这位歌星 在这里边扮演的郭富城的夫人 也就是说今天来的是郭富人 是不是啊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作为主持人郭德康 我邀请一下郭富人 来掌声有请李丹阳 大家好 大家好 李丹阳 巴山熟水孕育出来的军旅歌唱家 清纯甜美的形象 高亢明媚的嗓音 深受观众喜爱 一曲青青茉莉花 唱的人如痴如醉 犹如至深烟雨蒙蒙 琼花盛开的扬州美景 小郭同志啊 我特别喜欢你的戏 谢谢首长 和你的相声 你的什么我都喜欢 哎呀你看 所以说今天来了以后呢 也没跟我说 所以说 我临时带了一个我的这个 这个新专辑 太棒了 担心向阳 笑口常开 真棒 哎呦谢谢 你把欢歌笑语都带给了大家 所以说我们大家也同样祝福你 太棒了 我珍藏 我珍藏这个啊 太棒了 这个呢不太好意思拿出手 这是什么 但是这是我亲笔的 郭德纲在我的心目当中 他是一个眉清目秀 这个大眼有神 还带着传神的传奇的这么一个 传奇的人物 您看错了吧 那么 您看的是我 您看这个像他吗 哦 像 他在电影里面塑造了很多角色 大老爷们的 哎 然后 嗯 美女的 我这眼睛是冰肿的 哈哈哈 嗯 我珍藏我珍藏这张 太棒了 这是单阳老师亲笔画的啊 来我们参观一下啊 来来看看 差不多啊 不好意思偷在放在家里 别跟别人看 我知道我知道 我珍藏 他那说了半天 说您这个拍这个电影啊 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嗯 应该就是今年三月份的事情 三月份的事情 嗯 其实我 嗯 我非常也莫名其妙的 就像魔术一遍 魔术一样的 嗯 把我变到了这个魔术外传里面 谁请的 您加盟啊 嗯 当然是那个特别有名的那个大导演了 哦 哈哈 魔术外传的导演是谁呢 大家知道吗 哎 真的太过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对了 就拍了好多好多好多戏的这个 顾长卫 顾长卫先生 对 跟孤岛一块孤岛孤岛啊 对对对 那个张子怡和蒋文丽在里面分别扮演什么角色 嗯 特别有意思是 这个其实这个片子是一个强大的明星阵容 嗯 像孙海英啊 蒋文丽啊 郭富城啊 张子怡啊 王宝强 我宝强也去了 嗯 还有这个演我爹的这个 陶泽如 我想问一下 郭富城这个国语讲的怎么样啊 嗯 那是相当的 好 不怎么样 哈哈哈 我跟他在一起 那个 嗯 校场开始跟他拍对手戏的时候 他是 就是我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好 嗯 阿凡提也的 哈哈哈 对 这个香港普通话说的是相当的浓厚 他那普通话加上字幕能听得懂 嗯 像郭昌伟导演说的 你所做的是角色 出人物出话 对不是歌唱家李丹阳 对对对对 所以说我就觉得他说的非常对 太棒了 通过这个学习我觉得 确实 哈哈 演戏太不容易了 年底年初可能我们要拍一个三十集的古装神话戏 有兴趣来参与一下吗 很有吸引力 那好听了啊 记着这程啊 嗯 你提醒你师傅啊 对对对 你大姑要来串戏了啊 今天是一个人来了吗 今天 我 把上有老夏一小都带来了 你家子人呢 我们先看看夏我小是谁吧 我们家特别特别可爱的小公主 小女儿呢就是啊 嗯 叫什么名字呀 叫笑笑 叫笑笑 笑笑 来来 笑笑 笑笑 宝宝来过来 哎哟宝宝真可爱 你说大家好 她不会说 你是我的笑笑 哎哟 真亲真亲 嗯 她叫笑笑 给大家打个招呼 你说我叫笑笑 啊她说了 我是个小女孩 啊这是个小女孩是吧 你多说说好 别客气别客气 她胆小 看她害怕呢 尤其看她帅哥 哈哈哈哈她那看错了呢 你说我我会笑 嗯 我还会唱歌呢 嘿 你跟妈妈一起唱 来 预备唱 哎唱的真 呜唱 哎呀今天 这真是学狼哥了吧 这唱歌姐姐是不是太多了 啊 这小狗儿 来宝宝我们来唱一个好不好 真会唱啊 来宝宝坐下来 预备唱 唱 这个大家唱 这个大家唱好不好 劲头在这边呢 哎 宝宝来 预备唱 唱 手 视像机有妈妈好 唱 一伯 唱 好好唱的好 那个 他害羞因为今天 没看出来害羞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比较多 害怕了 养了几年了 十岁了 那在小狗里边来说 这算是岁数不小的了 长得比较年轻 那都没看出来 你怎么什么都看不出来啊 他都有胡子了 还年轻啊 你说叔叔是色盲 我们这么好看 你是色狼 这个小狗 养了十年了 肯定有好多好玩的故事 给我们讲一讲吧 独生子女可受宠了 对 给独生子女还要往后说的 真挺可爱的 不害怕的 就是 来吧 咱们坐着聊吧 好吗 好不好 来 欢迎李丹阳和笑笑 谢谢 欢迎李老师 快坐 快坐 好 来 一二三 来 宝宝 来 来 一二三 真好 养的小狗家里人反对吗 都可喜欢他了 真的呀 我看他挺乖的 是吧 对 他特别乖 特别友善 而且呢 对谁都特别友好 然后看谁都特别亲 跟什么人学什么人 哦 小月 咱家养过这儿的狗吗 没有 不大狗 给我们找个小伴 我们那倒是有那个藏牢什么的 一般的愿意吗 那个太猛了 新鲜新鲜也好 好 怎么说串门去你说的呢 这个平时有时间看电视节目吗 经常抽时间会看 机游戏看过吗 当然看过 很火爆这个节目 所以今天我非常高兴能够携带家人 一起来到现场跟小哥同志 跟小哥叔叔在一起 欢度这个时光 是不是啊 他说对 他多就多了 我们这儿有一个好玩的游戏 这个叫PS 就是经常有人投稿过来 把我的脸变成不同的形状 这个都快结束了 我们看看今天都有什么新作品 来在这儿呢 这是你吗 你来看 变 太可爱了 这是我小时候 来对比一下 这个像我刚才画的画吧 对 这有点像 嗯 带来 我 变 我穿了一个猫皮脑 对比一下 嗯 真好 下一个 这是谁啊 这是谁啊 来 变 变 这个形象好 要了亲命了 比较一下吧 挺好 这是今儿俩躺着聊天的 嗯 再来 好 就这样了 就这样了是吧 那把这关了吧 哈哈 太神奇了 嗯 这个 这些什么网友们投的 如果还有哪位朋友 有这方面的才能 有好作品 还是依然寄到这里了 选其中的一二三能奖 请到现场 跟我们的小影子 亲密接触啊 当然了 要是三能奖 可能是跟小月亲密接触一下 嗯 今天跟林丹阳老师一起聊天 我觉得特别高兴 而且还带着一个可爱的笑笑 让我们一起聊着天 高高兴兴 快快乐乐的来 乐吧 嗯 今天来的这位不是一般人 是我们的歌唱家 但是呢 在演唱方面 我们都是外行 想请教一下 都说您是新民歌的代表人物 这新旧民歌有什么区别 我觉得 嗯 我唱的这些歌吧 我觉得 从我那会儿的茉莉花呀 什么的 红月亮的那些 也算是就是新民歌 也算是这种时尚的民歌 对 这个清新莫里花 这是李丹阳的代表作 啊 我觉得也算是新民歌的点心作品了 咱们来两句 你出现吧 好吗 好 来 来两句 他也是 当时这个歌其实也是十几年前的了 他也是用了 中国传统的民歌的这种这种元素 然后呢 然后呢 加上了时尚的配器 嗯 他里面用的有一句话叫 有一句这个旋律叫 啊 茉莉花呀 轻轻的茉莉花 这个茉莉花就是江苏民歌茉莉花的这个原唱 嗯 但是用在我们这个 古老的东方有个少女 名字就叫茉莉花 太阳扶着他 月亮抱着他 春风雨露吻着他 他不爱眼里的床 白眼不爱今世芳华 他将一片芳心的强爱意 送给千万百姓家 啊茉莉花呀 轻轻的茉莉花 伴着你的清香 你的甜蜜 我走遍了天涯 看你们的一些节奏 轻轻的茉莉花 他就那种节奏 都是带着通俗的感觉 哦 我挺喜欢听茉莉花的 因为我们听过好多种江苏的唱法 东北的唱法 特别多 您是四川人 四川有没有小群小调唱茉莉花的呀 茉莉花 茉莉花没有 没有是吧 还真的没有 但是我会唱很多种其他的茉莉花 是吗 四川名歌有什么呀 四川名歌太多了 像 太阳出来露雨 真好 夕阳阳落朗落 飘起变淡朗朗测光测上山港落朗落 真好 这是典型的四川名歌应该说还有很多很多像秀荷包啊 像那个 刚才这是太阳出来洗洋洋 茉莉花几时开啊 刚才是太阳出来洗洋洋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这个我听说您唱玉剧唱的不错 玉剧 河南玉剧 学唱的 你客气 肯定这个媒体唱的好 尤其她 她是河南人 她也会唱河南地方戏 真的 您来两句让她学习学习 对对对 其实我们学民歌的要学很多很多种的其他的这些 包括戏曲啊 民歌啊 地狱的 有相通的 对 您唱一唱 我给您学一学 不不不不不 明天有专家在这 那个我 她不是专家 你看哪专家穿成这样 这个很 这个很 她是挂了专家号 激情燃烧的岁月 等着大夫呢 我很时尚的 看出来了 看出来了 那个年代我们都很怀念 那你大姑给你唱两句 你学去吧 好好好 你挑挑我的优点 对 大姑就是这么实的 日句还真是我唱的少 既然郭老师这么给我机会 那我就在你面前 嗨 你们跟他课去 没事 对 对 你跟他课去 流到国家和离台片 谁说女子 香情仙 男子打仗 刀鞭管 女子放着 在家园 对 对 好 其实我唱的好都是防媚戏 真的呀 你看 我特别欣赏你这儿的嘉宾 不好意思啊 因为难得到咱们 这个现场跟郭老师在一起 共度良宵 和我们的现场的观众朋友 所以说得到一次机会 我得珍惜 我得把我这点优点都抖了出来 太好了啊 就听您说共度良宵 下为真冷汗 这个话不能说吗 可以说 今天再凉宵吧 妹妹 算算算 对对 今儿我们今儿几个共度良宵 和大家一起 这个刚才唱的是河南玉剧 我们让河南人点评一下 觉得怎么样 真不错 他抓住了很多河南那个 发的图 3 decreta 平 这就是河南 对 平 detecting , , 它是河南 你也来两句吧 来两句 欢迎欢迎 你唱的好 我哪敢跟您唱啊 太潜似 您徒弟跟你一样 特低调 他只真不会 他能唱两句 来两句没事 别害怕 河南玉剧 玉剧完 咱两个在小小 整整三年 谢谢 这是唱的玉剧 玉剧吗 这一句朝阳宗 干到嗓子 感冒特别难受 感冒都唱这么好 要不感冒就出不来音 刚才谁说唱 黄梅继唱的好 咱俩跟大家唱一个吧 好 就是最经典的那一段 大家 地球人都会唱的 那个 哪一段 四星双双把家环 天仙菜 就是 一定要跟他一起唱 要不然就不叫共度良心 好吧好吧好吧 太好了 那我们到 到舞台中间来吧 好吧 来 好 好吧 这边等着啊 再坐下 坐好了 听话没事 乖 坐好了 小悦 你帮着照看一下 小悦 看孩子 我们是共度良消息了 来 再两个人 再两个人 来 再两个人 再两个人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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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不受那怒语哭 夫妻愣爱 苦一天 你赶天来 我只不 我挑水来 你较愿 寒鸟随破 能比风雨 夫妻双双 发家换 你我好比怨鸟鸟 比双飞 在人间啊 好好好 原来双手败转嘛 没没没 我是学 我放学了 孩子回来了 你愿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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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的 我没想到刚才我说了他把欢歌笑语带给大家 现在大家知道这句话的真谛了吧 你啥啥啥 不但相声说的好 戏演的好 歌唱的也那么多好 不再这么抢人家饭碗 听这个过奖了 来 咱们坐着聊 谢谢张洋老师 谢谢 谢谢 哎呀 唱得真好 没有 学唱而已 学唱而已 而且你的那个一招一式身段 确实是了得 我曾经学过一段时间 啊 地方戏什么的也 干过一两年 但是 不成熟也不专业 难怪 有才 没有没有 嗯 刚才我们唱了好多 有地方戏啊 有那个民族的小调 我想问一下 外国的小调是那个会唱吗 嗯 嗯 我觉得我那会小的时候 看很多印度的电影 像流浪者啊 什么什么 那个 很多很多这些电影 我那会儿就特别喜欢听印尼的歌曲 哦 真的没两句 像那个还唱过像 嗯 像那会儿的迪斯科舞琴 X起 嗯 你听过吗 我听过但我一句都不会 我们来听听吧 嗯 当时是 嗯 嗯 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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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家啊家啊家 嗯 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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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家啊家啊家 啊家里面里头 一家地家地呢 可啊里头起头 我没想到现场还有观众能会唱 我刚才看那个 吉米 吉米那我听懂了 那是一个裁缝之歌 啊 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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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吉米啊 来吧 来吧 哈哈哈哈 他那个是就是迪斯科舞星 他就是吉米来吧 我们一起来欢乐 一起来跳舞的意思 嗯 嗯 那会我们都听这个好 像我们小时候这特别流行 特别欢快 嗯 这个您现在在二胖公团 哪年参的军呢 九一年 九一年就参军了 嗯 老战士了 老兵了 真是这个这个老兵比我老 他服装比我老 您真客气 哈哈哈哈 这个想问一下您现在的军衔是什么呀 啊 我现在军衔是 啊对 没戴着啊 哈哈 对 习惯了 有照片 有照片 嗯 我先考考你吧 哎 这个 是吧 是我 我看看 我故意我能看懂 你能看明白吗 来 他军人 你看 好 懂了 班长 班长 哈哈哈 你这现在算白干了 哈哈哈 熬这么些那才班长 哪怕班卓也行 哈哈哈 你可以叫我首长 哈哈哈 首长好 首长好 有一天了我能挂上军牌 你们就可以叫我李将军了 哦 哦 你现在可以叫我郭江九 嗯 你现在军牌吗 我我我江九 哈哈 哈哈 在我印象中李丹阳好像每年都上春晚 是吧 也不是了 多少年了连着 上了十四吧 上十多次 嗯 我什么时候能在春晚上成为一个女歌唱家 哈哈 哈哈 女歌唱家没没必要 不行了是吧 嗯 哦 那我努力吧 你这辈子我估计就没这个机会了 成不了女歌唱家了哈 是 虽然我这个画像把你画的比较 挺魅的你画的 挺魅的 挺魅的 老是老是老是也不行了 人都说春晚的时候特别紧张 嗯 我记得我九零年 八八年我第一次参加中央台春晚的时候 嗯 是代表四川电视台 对 那个时候 就是个小女孩什么都不知道 唱了一首 成都小吃人人爱 跟我们另外一个老家的歌唱家 然后就被选择到北京 在中央台的大年三十播出了 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唱了一个 成都小吃人人爱也 把家乡的小吃小吃推向了全国 所以四川小吃很厉害的 我特别喜欢你 就是我们唱出来的 我特别喜欢你 你会做吗 我会做 什么是 麻辣烫 麻辣烫你也会啊 麻辣烫 然后蛋蛋面 回锅肉 都会啊 什么时候欢迎大家到我家做客 你说哪天都行你说吧 哪天你有时间 我现在就有时间 我已经有你电话了 咱们做饭出去啊 手巧 这个两个套里面跟你不错的好姐妹都有谁啊 挺多啊 像我们的这个 女歌唱家啊 像潘尚江啊 像旁龙啊 都挺好的 这几个女歌唱家都在这儿了啊 对 旁龙是你们团的是吧 对 我们好哥们 潘尚江也是 对 跟你一样 歌唱的好 经常抢 就是戏演的好 小平演的好 经常抢人家歌唱演员的饭碗 可你认识这几个好朋友都长得不好看 真的 他们好看了 我怎么办呢 嗯 可你也不能找太不好看的 是吧 我觉得他们我们在一起挺般配的 你是心真宽 哈哈哈哈 你是带着这个慈善的心去看看 因为他们我们在一起很愉快 心情愉快了 自然就觉得他们很美 江大哥呀 龐龙啊 这都是好人 人都不错 作为一名人大代表 李丹阳是一个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精贴的艺术家 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特殊精贴是怎么回事 我呢是在92年的时候 融合了这样的一个 这么高的待遇 其实我觉得 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鞭策 嗯 现在呢就是有这个荣誉了以后 我觉得你就让你去多干事 我这有一份材料啊 就说这个津贴发放条件 第九条 在文化艺术新闻出版领域 成绩卓著享有盛名 是本领域的带头人才能和 怎么没有我的呢 我老看这条想给我写的似的 我们今天就给他颁发一个证书吧 哎 证书到你们的钱过去 其实钱多钱少放在其次 关键来说这是一种荣誉 荣誉很高 其实钱并不是很多 对 但是能给多少钱 哈哈哈哈 我们每个月是终身的 每个月六百块钱 每个月给六百 嗯 这个六百块钱能做很多事情 那错不了 都能做什么事情呢 嗯 首先可以吃饭 你名义食为天嘛 你都得吃饭 积累 就是存钱 存起来 然后可以一年的时候 做两套演出服 下次做衣服 你到我们那去吧 啊 我们做的量身定制的 高级定制的旗袍特别好 嗯 这个就这么约定了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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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作证啊 嗯 这额为套衣装作证就 有些个家庭生活的问题哈 你愿意跟我们聊一聊吗 愿意啊 我想问一个小问题啊 丹阳这个爱情观是什么 母女情深 李丹阳与妈妈同台现场 从小长大吧 最亲密是妈妈 妈妈 和我和我长大 妈妈 妈妈 学习的妈妈 妈妈 我和你妈妈 现在就像我 一样一样一样 今天就像我和我 我和我和你 我和你一样的 那其实都是书原的 我其实我还是中国的传统 虽然是你的 希望上有老下有小 这个家里其乐融融 有一个自己爱的父母 爱自己的这个小家 有自己爱的爱人和 呵护自己的这么一个丈夫 有一个特别活蹦乱跳的小孩 能够给家里带来 跟家庭带来活力 我觉得这个东西 而且它是一种生命的延续 是一个家的寄托 这是我的梦想 也是很多人的梦想 你这个找没找到自己的白马王子 缘分还没到吧 还在等待当中 如果让你挑一个 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一种人 说来听点有好多帮你找着 介意找同行吗 我不介意 男歌唱家或者什么这个 不介意 小体艺术家什么这类都没事 都没有 那算是放宽了 我其实要求不高 就找个对我好的人 就这么简单 很简单 但是要有上进心要有世界心 起码不管他事业做得多么成功 这说你爸爸你干嘛去 回来 他要去 去洗手间是吧 喝水 好吧有人接一下吧 他很自由 他怎么不讲 不说再见的是吧 对对 找找 找婆婆去了 找姐姐去了 就这么简单 很复杂吗 不是复杂 这个你说的挺好 但是我很想问一下 那个家里边母亲他们有没有催过你 因为你把老太太 得快一点吧 这经常的事情 很正常是吧 你妈催过你吗 妈妈经常也会 偶尔问问我说 你这么忙 其实 这么辛苦 有个人来照顾你 有个人来关心你 呵护你 会更好 会减轻你很多的压力 和减轻你很多的心理的这种负担 那么我爸爸在世的时候 我爸爸07年走了 也是特别希望我能够有一个 就是说 相互相爱的人 能够互相的包容 互相的这个呵护 但是我现在觉得特别对不起妈妈 也对不起爸爸 是现在没有让他们如愿 我曾经有过这种失败的这种经历 所以说可能对这个情感的方面 可能会更加的 但是我不长记性 我觉得可能我为情 对情我看得太重了 太理想化了 慢慢来别着急 当然了也是被很多人 经常架在这 说我们可能应该找个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人 去把我们就架在这了 所以说很多人觉得 不可越这个距离 这个要对我们负责任的 不要把我们加的太高 其实人的人的这个 感情都是平等的 我觉得找一个好人就挺好 好好过日子呗 是不是 这个今天李丹阳的母亲也来 我们想听听老太太是怎么说的 来有请 主持人 这拍点老子 你好 你好 老老师好 你好 你好阿姨 快来快来 今天看郭老师的电影 和他的讲的顿子 小影子给阿姨倒杯水 来 快来快来 好 好 谢谢 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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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看呢 现在怎么看 现在是随缘吧 就跟他自己说的 缘分到了自然就到了 快来吧 找老了去吧 一二三 可以成功 真好 现在您跟他在北京住 还是您在四川呢 我基本在北京 很大部分在北京现在 您来一块过来呢 08年后下半年就来了 有反反复复的来回的 有时候回成都 有时候来 住在北京吧 对 来回住的话就平头的 哎呀 还是高兴嘛 我妈不喜欢 不太喜欢北京 因为气候啊 人文环境啊 她喜欢老家 对 出惯了 但是现在被我镇压 过来了 然后但是我妈妈 现在越来越喜欢北京 是吗 因为有一个亲情 因为有我在 当然我两个姐姐 经常会来看她 我89年就去过程度 我印象特别深 就是一个是小吃 好吃 接受烤的那种串 还有菜的什么的 特别好 还有一个就是潮 对 潮湿 89年我们去演出 印象特别深 洗的什么衣服 什么很难干 干不了 对 看不见太阳 经常是一个阴天是吧 但我习惯了就对了 是不是 比她今天北京特别干 哦 你的爱唱歌是不是 跟母亲有关系 母亲不会唱 刚说完 您在唱小诚来的 但是我妈妈嗓子不太好 我是很小诚 那您给我们哼一个吧 我妈妈给我爸爸嗓子都不太好 他们谁沙哑态 她唱的是 妈妈就是我的家 我最比较喜欢 你跟她唱说 从小长到大 最亲的是妈妈 妈妈和我和我长大 每当我过生日 妈妈就把点 妈妈就把爱心上 好好为我唱起生日歌 让我心里落开了花 就很自信 你看我妈 我什么时候哼在她家里 谁想看得出来哼 她心态特别好 心理状态特别年轻 因为不太上语不好 所以就在哼 哼的话就乱哼 就反正拿她的锅巴 就高一句挨一句的哼 自己高兴就行了 所以说为了让我妈妈 就是说能够听到 女儿为她唱的歌 所以我在这个去年 去年的时候 专门就是把这个 妈妈就是我的家 是我们一个就是 我们当时我们二炮 一个傅政委写的词 他们写的一个歌叫 妈妈就是我的家 拍成音乐电视 然后呢 里面的妈妈 参加了拍摄 就是我们两期演的 所以好人都说演得特别好 因为这种真情的东西 她不用做 这歌叫什么名字 妈妈就是我的家 那我们能不能听一听这歌啊 太好了 送给所有的天下最慈祥 最有爱心的母亲 好敌了 来 我们欣赏一下 好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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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小长到大 最亲的是妈妈 妈妈疼爱我 呵护我长大 每当我过生日 妈妈就把爱心散 为我唱起生日歌 让我心里勒开了花 妈妈 喜欢你妈妈 妈妈就是我 生日的妈妈 亲爱的妈妈 妈妈就是我缓缓的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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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老师 来 快坐快坐快坐 快坐 其实原来每次唱这个歌 都会动情地哭 现在唱那歌的时候 都是含着内心 发着内心的笑 包括我妈妈都是这样子的 你妈一个人在北京打拼了 还是非常非常困难 说他现在有今天的成绩 真的不容易 真的到不得了 手掌的交友帮助 同志们的关怀 自己的努力 所以老师的帮助 他自己还要努力 那是那是 能走到今天 感到非常欣慰 阿姨还是很会说话的 总结性的发言 你们是坚强的后登吗 那是那是 互相照应着 然后咱们就盼着 给李丹阳找一个很好的 结婚 希望朋友帮忙 那就帮我们给你帮 找一个合适的 摇对 摇对摇对 我们希望您一家幸福圆满 希望李丹阳 想感谢 一生幸福永远快乐 谢谢 这个每一位来的嘉宾 都得讲一个笑话 你准备好了 我讲笑话最不行了 那靠这儿来说好吗 来 哎呀 你们一定不会笑 我们这摔了一个这样的桌子 好不容易跟腿 看看腿 这个有点长了 嗯 来我来帮 这个前天有点冷 穿着那个 穿着猫裤呢 不过今天我还是算 比较短的服装了 平时都穿的是长的 你要讲一个特别好的笑话呢 他们大家都高兴 讲的不好呢 天天会下雪 告诉你 笑话有点冷 蚂蚁啊 蚂蚁 对大象说 说什么了 亲爱的 我有了 是你的 一试 大象 就倒了 晕了 倒下了 大象还说了一句话 你的腿真美 不是完了吗 完了 竟然没下雪 来了 谢谢李丹阳 谢谢 来 精彩依然继续 一切的行动 一切的行动 穿功 节目有一个特点就是 虾片每次从上边下来 不好和主持人热烈拥抱一下 你介意吗 有这么好的事情 那我应该早来做节目 哈哈哈哈 那咱们闲着也闲着 咱们就抱一下吧 好吧 这个方便吗 我先拿着 先拿着 来你 这边是 这你不知道 这是我徒弟叫个人鹏 叫大姑 大姑好 看着点我自己大姑拥抱一下了 我喊师娘吧 这个锅 叫我锅什么来着刚才 刚才喊成锅夫人 是哪个锅 锅夫成这部人 哈哈哈哈 来吧 咱们干点正事吧 来吧 啊